今天又得小小声录视频啊 因为我的宝宝就在我身后的这个房间里面睡觉 哈喽大家好,我是Lind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试验的开箱视频 上次我给大家出过那个试验的开箱 大家都说想看第二弹,所以第二弹就来了 上一次很多小伙伴都给我提意见啊 说试验的东西质量不好啊 而且我买的东西都是好像很青春的那种款式 觉得我好像装嫩装小孩 买的都是特别幼稚的东西,不太适合我 一个就是上次我也说了 我想试一些当下的流行元素 我觉得试验的东西还是比较时尚的 而且它家的款式很多 所以基本上你搜任何一个流行元素 它家都会有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小伙伴也提出来了 我现在正在瘦身当中嘛 我现在是产后五个月吧 还没有达到我理想的体重 顺便说一句啊 我这次试穿的时候刚吃完午饭 所以看上去格外的五大三粗 大家就凑合的看吧 总之我理想的体重大概还有15到20磅要减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不要买新衣服啊 到时候你瘦下来就穿不上了 我自己其实也意识到这一点了 但是说实在话 如果大家一直都有在看我的视频的话 我已经可能有一年半 快两年没有好好的买衣服了 有点手痒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很想买一些新衣服给自己 我比我最高体重的时候 瘦了将近40磅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所以呢 现在我终于可以 我觉得穿衣服稍微好看一点了 所以就是真的很想买一点衣服 你们就让我买一点衣服吧 当然我也知道 如果以后可能再瘦下来 就不太能穿了 但是我现在选的款 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还是能穿的 即使是我在瘦一点 应该也可以 比方说下身的一些东西 有彩裤什么的 我就扎个腰带啊什么的 其实都还能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至于它很廉价啊什么的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这些衣服可能穿不长久 而且我又想试一些流行元素 所以我不想买太贵的衣服 这样的话可能再过几个月就穿不了了 或者是我不喜欢这种流行元素 那就浪费了 所以我只是说 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试水吧 还有一个小伙伴提出来说 试验的东西很浪费资源 这一点我是全盘接受 我经常都跟大家说 大家要环保啊什么的 然后我还去买这种快时尚的衣服 我自己也在检讨我自己 我在试验还有个礼品卡上面 还有一些钱 我可能把这些花光呢 我要真的很郑重的 审视一下我买快时尚服装的这种行为 当然试验也不是唯一一家快时尚的店 像Zara、ASOS这些都还蛮快时尚的 我自己也在反省 我也希望我能够带头 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的这个习惯 所以我最近呢 也follow了很多慢时尚的博主 我有想法想涉足二手服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如果我真的有去尝试的话 有可能拍一些视频给大家 总之呢 我是有在反省这个问题 我也知道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浪费资源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 但是呢 我真的是尽量选我喜欢 并且我会真的穿的款 而且呢 像他们家的这种袋子啊什么的 我给它退回去的时候 我都一个一个有对这个条形码的号码 然后都把那个衣服塞到它原始的袋子里面 这样退回去的 如果有一些不穿的衣服呢 我也是全部都会 要不然就是捐 要不然就是放在二手网站上去卖掉 所以尽量的不浪费资源吧 因为这个开场白实在是太长了 那我们就还是赶快到我们开箱的部分吧 我这次呢买了几个渔夫帽 我之前呢是特别特别排斥渔夫帽的 当然我感觉要不就是很有年代感 要不就是像小孩的帽子 但是呢现在那种街头风啊 其实可以把它搭得很酷酷的 所以呢我这次就想尝试一下 因为我戴帽子还是挺好看的 我觉得可以修饰我的头型 然后也可以把我这个大脸遮一遮 所以呢我这次就尝试了几款渔夫帽 这一款呢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顶白色的 有几个这种环 就很寒范的那种 我觉得戴上去还可以吧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白色可能就是会显得比较傻 但是呢这个形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黑色的 一模一样的款只不过是黑色的 我觉得这个黑色的还不错 就没有白色的那么傻 所以这个我可能是会留 大家可以给我提提意见 觉得我戴上怎么样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环 我可能会把它拆掉 就是我觉得弄上这个就有一点俗气吧 我也不知道 而且声音很大 尤其是我戴上帽子以后 在帽子里面听着这个声音特别大 我觉得会对我有干扰 所以我可能会把这几个环拆掉 然后这个我再想想看吧 反正我觉得加了这些元素 稍微就有点俗气了 我还买了两个这种的 这两个是一套的 就是一个单品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就当然没有那么好看了 就是有点傻 我需要这个帽子呀 这块是方的才好看 如果太尖了就不好看了 就真的很傻 然后这个黑色的呢也救不了 这个款式 也是蛮傻的 就黑色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也是蛮傻的 然后上面这个英文呢 大家不要问我是什么意思 完全看不懂 我觉得可能设计它的这个人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下面呢是一个格子衫 我买这个格子衫呢 完全是为了要拍我们的 圣诞卡的照片选的 因为我就是想跟我的宝宝match 就是这样的一个红黑色的格子衫 就是非常圣诞感觉的 但是它的款型其实并不好 我就可能只是拍一下照吧 我知道这样很浪费 但是它这个版型真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所以如果我知道它这个版型的话 我肯定不会买的 但是呢已经买了 而且已经穿了 所以呢就留着吧 反正这个倒是也不难看了 就是到时候我把它扎起来呀 或者塞到裤子里面去 应该也还行的 我这次呢买了好多牛仔裤 我可能已经有一年半 快两年都没有穿过牛仔裤了 因为我所有一件的牛仔裤 都全部穿不上去了 我基本上这两年都是裙子 要不就是打底裤 就是这类比较松紧的 或者要不就是孕妇装 所以呢 这一次我终于就又入手了一些牛仔裤 我特别喜欢 其实也不是最近流行的 其实流行的也有个几年了吧 就是这种阔腿裤 我之前好像有一条 七分的阔腿裤 但是这种长款的 我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我就买了几条 这一条呢是一件乳白的 然后我不太确定 我要不要留 就是它这个裤腿啊 有点 我觉得阔的不是特别够 反正 我也忘了当时试穿的感觉是什么 反正大家给我留言吧 这个我记得是不太确定 而且呢 特别特别的挤 当然这不是这条裤子的问题 完全是我的问题 就是现在太胖了 我买的是Elma的 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挤 所以呢 可能再要瘦一点 才能真正穿得出去吧 总之呢 这条裤子总体来说还OK 它很柔软 所以穿上 如果size合适的时候会很舒服 只不过就是 我记得好像裤腿那边有点不太对劲 我不太确定 反正 我再考虑考虑吧 反正看一下我试穿的回报 因为我是前两天试穿的 所以有的 好像也有点忘了 它到底费的怎么样 然后这一条裤子 就是普通的牛仔裤的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正的 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鲜艳的那种蓝色 然后就是稍微的有一点 洗白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这个料子呢 没有那个乳白色的那么柔软 但是呢 也不是说穿的不舒服 这不就是这个size也是有点小 反正今天这几条牛仔裤size都小了 我这个买的是M号的 但是 我显然还不是M号 但是实验家的东西就是比较小 我觉得它是 好像像那种淘宝的款式的size吧 就不像欧美的size 如果是欧美的size M号的我绝对能穿的 但是这条还是穿的有点挤 然后也是裤腿这边 我记得好像那个裤腿它不够宽 所以呢就在那个腿上那种垂坠感 然后在斜那块的那种感觉就不太好 总之这条也是大家可以留言吧 我记得你这条好像也是不太行 最后一条牛仔裤呢 都是一样的款式都是阔腿的 这条我买的也是M号的 然后这条呢也是比较柔软 好像跟那个乳白色是同一个款吧 然后这一条呢 我很清楚的记得 我是肯定会退的 它就是size这块倒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在瘦个几磅 应该就穿的比较舒服了 但是呢 它这个裤腿啊 特别短 我不是个子很高的人 我1米62 最多1米63吧 充其量 但是呢 我穿上我就觉得稍微有一点嫌短 如果个子再高的女生肯定就穿上就是那种九分裤的感觉了 所以我是肯定是会退的 这条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感觉 我这次呢买了好多下身 我因为最近穿衣服的时候就感觉下身没有东西穿了 除了打底裤就是打底裤 所以我就买了好多牛仔裤啊 短裤啊这些的 这次呢又买了一条皮短裤 上次我不是买了一条吗 严重反乘那条太长了 就是那个版型就不太好看 这一条呢 版型还行 然后也不是那种特别显廉价的感觉 但是size太小了 就是我现在穿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可能会换一条size比较大的 我买的是M码的 太小了 所以我可能会换一条L码的 即使是我以后瘦一点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皮裤 稍微的宽松一点 不是那种包的特别紧的 因为我之前有一条皮裤就是那种 比较松的感觉 就穿上很好看 我也特别喜欢穿 所以这一条我觉得是OK的 我觉得如果再换大一码的应该就好一点 这一条裤子呢 我还蛮喜欢的 这是一条黑色的算是西装裤吧 但是是那种阔腿的西装裤 就是现在也很流行的 这一条就是穿上非常舒服 size也合适 我买的是XL的 所以当然就是还比较合适了 所以这一条我是应该会留的 我觉得穿上效果还挺好的 而且很百搭这种裤子 它虽然说是西装裤腿裤 但是休闲穿也是完全可以 我觉得利用率应该还挺高的 我还买了一条这个颜色的 这一条我觉得应该也会挺百搭的 这也是XL码的 也是一样 就是这种阔腿裤 就不用多说了 反正一个深色系的 一个浅色系的 我觉得就够了 版型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料子也不错 就是那种不是很薄的 就是即使是这种浅色的 它也不会透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条是 完全可以放心推荐的 我还买了两件这样子的衣服啊 大家肯定觉得 会说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呢 我就是上次也是看 别人的试验的开箱 有一个台湾的博主 但是他的那一件呢 不是从试验买的 他是买了一件别的衣服 然后用这一件来搭的 然后我就看他穿着特别好看 他就是穿了一个那种小的 比较包身的短款的开衫 然后下面呢 就搭了一个 类似于这样子的衣服 我觉得他穿着好好看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 买这种衣服来做内搭 所以呢 我就看见他搭的 我就特别长草 然后我就买了两件 我觉得试一下吧 那这一件呢 是严重翻车 这件真的是太丑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然后呢 他当然也是透明的 就是肯定得做内搭 就不能单穿的这种 但是我不喜欢他 这个原因呢 是一个 可能我这件也买的有点大了 但是这种 没有松紧的衣服 我就觉得 不能买的太小了 要不然包在身上就 很难受 所以呢 他这个袖子呢 是不包身的 所以就看上去 松松垮垮的 特别丑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后面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扣着 这两个扣子 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真的很难扣 我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 真的是扣也扣不上 因为他这个扣帕呀 他虽然有点松紧的 但是反正就是很难扣 就很讨厌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的做工 就是我还没有怎么穿呢 大家看吧 就是这个 看见已经开始托了 这不是我弄的 刚刚宝宝哭了 所以得去喂奶 现在我们带着宝宝遛狗去了 所以我们赶快 把这个视频录完 最近呢 还有一样单品 是蛮流行的 就是毛砍尖 所以呢 我就挑了两件 第一件呢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在图片里面 我记得应该是比较长款的 但是这一件呢 我拿到以后是 有一点短款的 就是不像我想象的 那个感觉 我想象的是比较宽松 比较长款的 也许是 我自己没看清楚吧 总之拿到以后 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但这个毛砍尖 本身是好看的 然后做工呢 我觉得也不错 反正你看不出来 是很点价的感觉 反正这个也是 我不太确定的 因为就是跟我想象的 有点不太一样嘛 大家也是给我留言吧 这一件应不应该留 另外一件呢 就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了 我原来想象的那一件 应该版型 跟这一件的感觉 是差不多的 这一件呢 就是 这样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一件 也不错了 我还蛮喜欢 它这个边上 它不是黑色的 是蓝色的 我觉得这个配色 还是蛮好看的 但是呢 就不知道 适不适合我的肤色 我上一次就讲 我们亚洲姑娘 其实不太适合 这一种颜色 但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又买了一件 总之呢 这件我觉得版型 还是挺好看的 就跟我想象的一样 然后 质量呢 就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看 这里有个 反正就是 类似于这种东西吧 就是质量 没有那一件那么好 但是这个也 无所谓了 所以把它弄掉 所以 应该 没有太大的问题 反正 这一件 我 也是考虑考虑吧 版型还不错 但是颜色 我不太确定 我还买了一件砍尖 但是这一件呢 是牛仔砍尖 其实我 买的 有点大了 因为我想象的呢 是 我想把它套在 外套外面 就是卫衣外面呀 因为我在Pinterest 看到一个 博主 他是把它套在一个 白色的卫衣外面 就 好特别 那个穿搭 所以呢 我就想 让他多功能一些吧 就可以套很多东西 所以呢 我就买的 稍微的大了一点 但是呢 也是因为他 买的有点大了 所以我现在 就是套在 比方说T恤衫外面啊 就 觉得好像有一点 就是肩膀 这个地方特别宽 就感觉 有点衣服 买大了的感觉 所以呢 大家也是给我留言吧 我觉得 这个款式 版型 还不错 就是 好像 这个size 稍微的 大了一些 这应该是最后一件了 这一件衣服呢 其实我知道 非常非常 有可能踩雷 因为这一件衣服 对做工 是蛮要求的 如果做的不太好呢 就会显得非常廉价 就很不显好 就是一件 皮衬衫 它不是皮夹克 也不是皮大衣 它就是 比较薄的这种 皮衬衫 当然是纺皮了 这一件 我也是 想试一下 这个流行趋势 因为最近看到 INTS上 还有Pinterest上面 有很多人都 穿这种衣服 然后我就觉得 挺酷的 就是我感觉 我还是比较适合 那种 有一点酷的风格 所以呢 我就想试一试 我觉得 如果买好的的话 应该还蛮百搭的 但是呢 这一件 其实我觉得 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毛病 虽然它 不是什么 做工特别好的 但是我真的是 挑了好久 它加所有的款式 因为它家有好几个 类似的单品 然后我就 看别人 泼的照片啊 什么的 我就挑了好久 我觉得这一件 其实做工 还是不错的 就是比方说 这个地方啊 就很容易不嫌好 就是会不平整啊 什么的 但是这个地方压的 都还蛮平的 也没有太多 皱皱巴巴的地方 就是我感觉 这件做的 还是不错的 这个让我还是 蛮惊喜的一个地方 但是 就是 我感觉我穿不出来 人家那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 就特别适合欧美法 所以呢 就是 我还是穿不出来 人家那个味道 可能也是 我搭的衣服 不太行吧 就是我 随便搭了一下 我这一次 所有的穿搭 包括上一次也是 其实我每一次 做试穿 我都想好好的 搭一些衣服 我觉得一件衣服 如果搭的好了的话 那 它效果出来 就非常不一样 但是呢 因为 有宝宝的关系 我就必须得特别快速的 去做一些视频出来 所以我就没有 花那么多心思 去搭衣服 因为你每次要换衣服呀 要花心思去搭配呀 其实是蛮费时间的 所以我真的是 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呢 就 很不走心的 给大家 搭了一下 其实都不算搭 就是把衣服穿上 试穿 给大家看而已 所以呢 根本就谈不上 穿搭 所以我觉得 有一些衣服呢 也可能好好的搭一下 其实它那个效果 是能出来的 但是 我 上一次 试穿的时候 我是觉得那个效果是 有点出不来 所以大家 也是给我留言吧 我觉得这一次好像 几乎没有什么 我特别确定的 都是那种 好像还可以 但是又不太确定 所以我非常需要 大家的帮助 好了 那这一次的开箱试穿 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多多的帮我点赞 转发收藏 如果希望 继续收到类似的内容呢 可以点击下面的订阅键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